A B C D 剪刀 石头 布 欢乐 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 下课去 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 我是花儿姐姐 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蠢这个字 就是春天的春下面的两个虫 蠢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家说 你很蠢耶 好 那有时候也会听到人家说 你很笨耶 或者你很呆耶 你很傻耶 你怎么那么像愚人呢 你很愚笨耶 或者是你很吃耶 白吃的吃 其实这几个字呢 真的都不好 就是他都是讲到说 这个人呢 他可能 就是 就是他可能想法的思想的是很慢的 或者是人家会觉得他很单纯啊 然后怎么这些事情呢 都想不到呢 或者是不懂人情事故啊 怎么那么傻呢 或者是你怎么像愚公移山一样 这样的一个愚笨呢 很坚持己见 不听卷又不懂的变通呢 所以小朋友 当我们听到这些词汇的时候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 可能呢 对我们来讲啊 就是我们自己呢 不喜欢听到的 我们也不要呢 对别人说这些字哦 走在小间的小路上 不愚昏的浪漫 不愚昏的浪漫 好 把猪头在肩上 不同的歌声在荡漫 哦 哦 哦 他们很唱 还有一支段的音乐在吹响 笑意写在烟山旁 一曲响起小肠人 思绪在晚风中飞扬 多少落过抽肠 都随观风飘散意 放在向前的小路上 就像我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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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但是智慧这件事情可能会因人而异 但是花儿姐姐就跟小朋友来聊一聊 这个品格要怎么去学习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假设想法或者是故事 就形成了我们的人生观 那一个人呢 即使他没有刻意的接受某种的理论 那一个人呢 即使他没有刻意的接受某种的理论 但是呢他的想法跟行动还有感觉呢 就会去反映出呢他的一个世界观 小朋友你的世界观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世界观呢 跟我们真实的 这个生活也很有关系 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跟别人的 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什么难处 而我们如何面对这些难处呢 我们所做的选择以及所交的朋友 还有我们对别人的反应啊 以及呢我们所认定的一些价值观 是一点一滴的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哦 好 其实明智的人啊 就是聪明的人 他呢会在思想以及感觉 还有态度的这个背后呢 他会细查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也就是说呢明智的人 他会承认自己呢是有不足的地方 而且他会努力的诚实的去了解 并且去回应他哦 好 那每一天呢 我们其实都会用自己的世界观去解读呢 好 这些资讯 特别是我们觉得交头烂额的时候 那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盼望 我们的世界观呢 其实越切合实际 我们就越能够做出一个健全的决定哦 所以呢 当我们要培养智慧的时候呢 有五个重点就要提醒小朋友 第一个呢 叫做要明理 好 智慧呢 就是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 看重呢 好品格的一个标准 然后也承认呢 我们在信念当中的错误 并且呢 心存谦卑来修正我们的想法 了解呢 人跟物之间是怎么样的互相影响 并且要知道呢 怎么样在每一个新的处境啊 应用好品格的原则哦 好 再来第二个就是寻求好建言哦 问问题或者是跟别人交谈的时候 可以从别人的经验当中去学习 我们可以呢 向那些表现好品格的人去请教他 然后去寻找专家 或者是呢 去找那些可以指出我们错误的人 用我们的所拥有的证据 来验证我们所得到的答案 好 第三个呢 就是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呢 去汲取教训哦 我们的经验呢 其实会让我们呢 对不了解的领域啊 提高警觉 我们就要去想啊 促使我们跟别人做选择的 有哪些概念跟方法哦 那每当不同的因素影响到结果 就要能够察觉 好 第四个要慎重的去选择朋友 在我们身边的人呢 其实他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想法 跟我们做事情的反应哦 因为呢 这些人他们呢 所拥有的这个态度以及价值观 其实呢 可能都会啊 让我们寄予同情啊 那其实我们要对那一些 特别遵守诺言 还有尊重别人 说话诚实的人啊 跟他们做好朋友 好 那最后就是学以致用咯 就是呢 一旦呢 我们学到什么的时候 我们呢 就要去想啊 可能呢 他会取代我们旧有的这些假设 那他也可以让我们克服呢 旧的习性 然后并且把这好品格的原则 应用呢 在新的状况 所以明智的人呢 学习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并且会尽力的去做哦 好 所以花儿姐姐呢 再帮小朋友复习一下啊 就是呢 培养智慧的五个重点 就是要明理 要寻求好的建言 要从过去的经验当中 汲取教训 要慎重的选择朋友 以及呢 要学以致用 好 所以小朋友呢 你可以想想看啊 在你认识的人当中 有谁是勇于认错的呢 好 那他的榜样 是怎么样的鼓励你呢 那你要去怎么样寻找 健全的一些建言呢 好 你从那些批评你的人的身上 你可以学到什么呢 以及呢 你从自己还有别人生活当中的 一个成功和失败 你学到什么功课呢 还有 你什么事情可以激励你 努力的去学以致用呢 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 都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哦 当我们呢 感到了不知所措 然后我们这时候可以停下来 列出呢 需要做的事情 当我们澄清目标 并且呢 分清楚事情的一个 轻重缓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获得洞察力哦 当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问啊 去澄清啊 这些事情的问题 充分了解对方的意思 找一个诚实的朋友 来帮助我们厘清 批评当中正确的这个部分哦 还有当我们没有办法 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就要有充分的休息 要记住目标 那么设想呢 必要的步骤 然后开始呢 下一个阶段的流程哦 好 当我们没有办法 解决冲突的时候呢 就要向明智的人去讨教 并且请他呢 告诉你啊 要如何继续的向前迈进 而最后呢 就是当我们发现 有一些违法的事情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赶快去跟老师说 然后可以跟老师呢 去做一些讨论 那花儿姐姐希望 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学习到 培养智慧的重点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 новый订阅 在你的绅洗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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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今天在我们学习的品格上面 是智慧而非愚蠢 那我们现在从历史人物来学智慧 那今天花儿姐姐要说历史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乔治华盛顿 那么华盛顿其实他在16岁的时候 他的粮食义友也就是他同夫异母的哥哥 叫做劳伦斯华盛顿就为他在费尔法克斯的南爵 这个领土去勘测队上安置了一份工作 那么劳伦斯在去世之后 华盛顿就继承了冯农山的这个产业 并且在维吉尼亚国民军当中去接替了他哥哥的职位 那他在法国还有这个印第安人的战役当中 都有杰出的表现 并且当这个法国印第安突袭时 他拯救了布雷多克将军的纵队 是免于全军覆没 那这个战争是给华盛顿的机会去学习 这个法国还有印第安人以及英军的这个战略 那么在1759年的时候 华盛顿跟这个一个寡妇叫做马莎克斯提斯结婚 并且收养了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是就是马莎的孩子 回到了冯农山 他也帮助妻子去经营庞大的这个家产 那么在1769年的时候 华盛顿在维吉尼亚下议院当中 提出了一个议案 然后联合抵制这个英货 英国的货物 除非英国的国会是愿意废除唐森法的案 那么在1774年8月 维吉尼亚州的选举 他为代表出席大陆的会议 那么第二年大陆会议 一致通过了任命的华盛顿 为大陆军的这个总指挥官 接下来的六年 华盛顿跟他的军队 忍受了食物还有军需 以及配备的这些短缺 在1776年的特伦顿一役 这个战胜之后 士气大政 并且在约克顿得到了法军的一个援助 所以独立战争就结束了 1781年10月17号 英军就投降了 好 那因为这个地区的一个差异 所以使得这个年轻的国家开始分裂 在1787年 这个领导者发动一个立宪大会 以便重新评估13州的这个邦连的宪法 那么代表们就推出华盛顿去出任主席 而在他的领导下激烈的这个敌对的这些派系 就能够保持基本的一个礼貌 当各州都通过了宪法之后 华盛顿就被选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而在1789年的4月30号就职 华盛顿其实拒绝当选第三任的总统 并且树立了和平交接政权的一个传统 而他的告别演说 在美国政治的价值上面 持续的有影响力 1799年12月14号 华盛顿在寓所因为肺炎去世 众议员李亨利就哀悼说 在战争中他是第一位 在台平的时候他是第一位 在国人的心中他是第一位 在谦卑和长久忍耐的私生活当中 也是无人可比 他私下品格的一个纯净 使得他在公众的美德上散发光芒 好小朋友这就是历史人物 就是乔治华盛顿 让我们从他的身上去学习 这个智慧这样的一个好评格 那接下来我们从大自然当中 看看跟哪一种动物能来学智慧 好那今天要介绍的是大雕鳄 好其实大雕鳄 他有独特的动作以及果断的行动 以及特殊的眼睛跟沉默 就让大雕鳄成为一个智慧的象征 其实在黄昏或者是黎明的时候 偶尔我们都可以听到大雕鳄的声音 像熊鸟他的声音就比刺鸟还低 而在交配的季节 通常就可以听到恶重唱 最常听到的叫声就是领土的呼声 那么大雕鳄他也会尖叫或者咆哮 或者是尖鸣 或者他会咬他的嘴会去发出赋语的声音 好那么大雕鳄他会利用现成的潮窝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然后把这个羽毛垫在这个上面 而此鸟在医院他会产下2到5枚卵 那孵卵的时间是26到35天 孵出的这个季节大概就是早春 那时候食物的供应量就会开始增加 当这个小鸟渐渐长大的时候 他的父母都会受炼以便喂饱他们 好那么大雕鳄的眼睛 其实不会在眼窝里面转动 但是他的头是可以转上270度 以便向另外的一个方向去张望 当这个大雕鳄向下俯冲去抓取猎物的时候 他爪子通常就会马上的把这个猎物给杀死 他能够发出每平方寸500磅的力量 一个强壮人的手每平方寸 最多只能够发出60磅的力量 原谅没有想象中简单 伤害不是一句抱歉就可以遗忘 原谅没有想象中简单 需要上帝赐下智慧让你勇敢 原谅是个决定 原谅是个刚强 是知道神谅是知道神谅意爱爱你 原谅是个决定 原谅是个刚强 让阳光赶走你心里的黑暗 他一笑脸看你只要仰望 你可以把伤害释放 他一笑脸看你只要仰望 你可以把伤害释放 原谅没有想象中简单 伤害不是一句抱歉就可以遗忘 伤害不是一句抱歉就可以遗忘 原谅可以很简单 交给上帝让彼此自由飞翔 原谅没有想象中简单 伤害不是一句抱歉就可以遗忘 原谅没有想象中简单 需要上帝赐下智慧让你勇敢 原谅是个决定 原谅是个刚强 是指导神邪意爱爱你 原谅是个决定 原谅是个刚强 让阳光赶走你心里的黑暗 他一笑脸看你只要仰望 你可以把伤害释放 他一笑脸看你只要仰望 你可以把伤害释放 原谅没有想象中简单 伤害不是一句抱歉就可以遗忘 人两康疑很简单 交给上帝让彼此自由飞翔 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品歌学习上 花儿姐姐跟你分享就是智慧而非愚蠢 那花儿姐姐一直都觉得 其实智慧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在真言里面有讲到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当我们认识神 我们知道上帝是谁 我们也敬畏他 我们才能够拥有真正的智慧 那真正的智慧 真的是只有从认识神而来 对于一般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 其实他们敬畏神 就是害怕神的审判跟永远的死亡 也就是神永久的分离 那么对于相信上帝的人来说 却是截然不同的事 所以当相信上帝的人 他的敬畏就是对神的一种崇敬 那希伯来书里面也有讲到 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以及敬畏的心去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好所以华尔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 在学习智慧之前 一定要学习敬畏上帝 赤汤边的绒树上 只留在深深嚼着夏天 草藏边的车前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 还在拼命 叽叽喳喳写歌不停 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福利车里面 福利车里面什么都有 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 书客四郎和魔鬼党 到底谁唱到那只宝剑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 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嘴里的零食 手里的漫画 心里初恋的童年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 才知道功课就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尊过一尊金 老师说过尊敬难买尊光阴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小朋友 听完今天的节目 是不是很有收获呢 哈尔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 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 获得很多的知识 也希望每个小朋友 都不要忘记 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 信心跟行动哦 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 改变世界吧 还有还有 每个小朋友 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 彼此相爱 孝敬父母 有爱兄弟姐妹 让我们每一天 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 哈尔姐姐祝福你 好了各位小朋友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是花儿姐姐 你不要忘记 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 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轻轻飞过来 一片片绿油油的高天 谁踩蜡笔和玩花筒 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 什么时候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 有张成熟与张大的脸 盼望着假期 盼望着明天 盼望张大的童年 哦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盼望张大的童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